但是守备这边是不遑多让 这一棒达成了在左外一方向非常深远的飞球 来看看最后打到圈打枪上弹了回来 宋承睿现在要来拼二雷 没有问题 宋巴巴敲出一个Leave of Double 在四局的上半来开启兄弟的攻势 直接来到了得点圈 其实我们从宋承睿这个攻击 还有上一局岳振华最后的那个攻击 都是非常笃定的要去攻击这颗直球 所以在挥的过程中就会非常果断 那在挥几的过程中是让棒头能够瞬间的 在前面就去做一个释放 这个仰角再高一点点可能就是平时要泡出去 这边比较可惜的是蔡家庭棒只是要往前释放 而不是一昧的往上释放 这一球打成了在中阻外一方向落地行车安打 宋承睿绕过了三里之后要拼 这个回穿球穿歪了 所以这个时候许姬红敲出篮打带有一分的打点 自己也持续地逛站到得点圈 兄弟在四角的上半突然直接两只安打的串联 非常高效率就拿下了分数 这只安打没有问题 我想最主要蔡家庭在处理这一个球的观念上 要稍微修正一下 因为其实他是有点往左侧移去处理这颗安打球 那以宋承睿的速度其实要抓本壘的位置基本上是机会不大 那应该是早一点传给前面的卡斗 至少防止许姬红在乘船上到二壘 对 泡这一关是什么意思 这应该是那个 要增积一下是不是 高蛋白啊 我觉得这种这方面其实不用太多虑 这一球捞得非常高 非常的远在中右外野方向 中阳手完成了接杀 现在二壘项的徐吉庸要趁势再往前推进一个垒包 哇这个出血的羊胶很吓人啊 拉回来在左半边 打穿了内野防线行车安打 现在中信兄弟的第二分也回来 曾宋任这个时候从江绍庆手中 打出了价值连车的安打 带有一分的打点 这个半局的话中信兄弟的一个机关枪打现 是轮番的狙击江绍庆 江绍庆这一球进雷的角度还是有148 而且是比较靠近打者的内侧 不过曾宋任真的是靠着他的蛮力 给他硬扛出去 其实还是高起来 是 视觉上看起来应该是有一点点的挤压 不过他还是靠着他的蛮力 把他给硬挤出去 哇 这样其实他的一个钳刀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云尔 请大家订阅我们的中信兄弟官方YouTube频道 还有锁定我们的Podcast兄弟你来说